同学们好,今天我们要讲的是难过和难受 这两个词听起来是一样的,而且它们都是英语中的unhappy的意思 那在中文里,它们怎么用呢?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看一下它们的相同点 这两个词都可以做形容词,都有不高兴的意思 它们的不同点是,难受还可以表示身体不舒服或者感觉不好 难过还可以做动词,表示生活困难 下面我们分别来看一下怎样用这两个词 首先是难过 难过可以做形容词,表示不高兴 还可以做动词,表示生活困难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几个例子 一 听到川普当上总统的消息 很多美国人都非常难过 这里的难过指的是不高兴 二 听到爸爸去世的消息,他难过的说不出话来了 这里的难过指的是不高兴 三 他工资不高,还要供两个孩子上学 生活比较难过 这里的难过指的是困难 好,下面我们来看一下难受 难受 难受它也是形容词,表示不高兴 或者身体不舒服,或者感觉不好 比如说 一 我能理解你现在难受的心情 这里的难受指的是不高兴 二 我发烧了 现在很难受 这里的难受指的是身体不舒服 三 他说话太假了 听着就觉得难受 这里的难受指的是感觉不好 觉得别扭 好,关于这两个词大家明白了吗 今天的课就到这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